大家好,又到星期日又有马炮了 今天是星期四,我一早拍了个片,我轻轻立过 讲回《骑士王》,星期三我没有提供 不过我自己在临场先买 我看见《骑士王》要赢了两场,第一场 第二场就平投,拿9分,我就买它了 所以后来也叫做幸赢,但不太大信心 小小地买了 讲回这个星期日就有马炮了 这个星期有马炮,气肉当然是 很多人都关心的就是 《前介马王》和《金仓60》 那是哪个赢呢,就要看了 但是,《美丽传承》 就让胜差不多有胜18磅 那谁会赢呢,就不知道了 那档位呢,大家都差不多了 一个一档,一个二档 那我自己个人呢 我就觉得,两只都有机会赢 那就要看状态了 唯一样东西呢 《美丽传承》呢,就老了 那就不知道可不可以保持了 因为,不跑过就真的不知道了 如果这次输了,我想他都 应该就是真的过气了 那我就,一路金仓60,我也有买的 那这样呢,这次呢 我也是喜欢他两只 那我会建议呢,他两只呢 可以买二重彩的 ok? 那买二重彩呢,可以买福色 ok? 那我不要买多了,ok? 因为,理论上呢,就是他两个了 但是,这里呢,还有佳燕之星啊 那些这样,有机会可以赢他两只的 那没有人知道的 那就除了佳燕之星呢 还有一个川河转区呢 都有机会的 那并非是他两只赢了 那当然,我说最最好就是金仓60 我希望他赢的 ok? 那好了 那我就说回这个 这个礼拜日呢 那么,那我仍然我都没有办法可以看得到 我可能就是要跑两三长 那才可以决定到买哪个 那样呢,如果你是有兴趣买 那样呢,如果你是有兴趣买 那样呢,只有一个呢,就是 加入我的那个群组 啦,微信的群组 那你要加了进去 我到时候会发上去 即是跑了两三四场之后 我觉得哪个骑士可以赢 骑士王我就会发上去 或者的话呢 我都未必发 那这样说回到这里 我就未必买在这里 那我反而呢 比较看好的 就是第七场的五号 八卦 那这一只马呢 就是周俊乐剧啦 那它呢 就有成 十磅银的 那我看过它上次跑呢 应该都还有大把在手的 那应该来说呢 都可以说是坐以望一的了 那我或者报回一个片给你看 好 嗨 嗨 我可以费钱,但在场球连辑,我才费钱,因为我购买了,我会赔,我会费钱,我会展示你之后 在这周星期,我试试了整个级记录,然后我看到一个马鞋,很棒,我会展示你之后 前面怪獸媽媽大頭在外面八卦 已經咬住第三 就是粉紅眼袖的福喜多多 第四位是厲害者 第五位是黃山特區聯盟 再在後面幾匹馬 大少星 綠綠色衫 黃帽 超然上了一些 後面的馬才有喜進龍 行運拼圖 橙眼袖 尾爾 包尾 是那隻無忌來的 轉彎直路 中黨透出是八卦 福喜多多已經咬住他 還有一個馬威優勢 福喜多多在第二位 第三位是特區聯盟 外面位置還有超然 最後一百米八卦 依然跑來一個新米 都很有機會贏馬 跑第二名的馬 就福喜多多 第三名是超然 第四名是特區聯盟 都是跟手在主動前列的位置 會較為著數些 活力補區贏完 八卦 瓜貴媽媽 今天賀爾馬房 已經起碼 福喜多多跑第二 第三名 以為是特區聯盟 但是超然終點前 將他追過 我們可以看到 這隻馬 剛剛贏了 我覺得他挺輕鬆的 還有 你可以看到 他轉入直路 周俊錄 只是比了幾邊 真的很容易贏 我估計他應該有大把最瘦 這次 我估計他都會熱門 當然最好不要太熱 也太熱了 太熱了 麻煩了 但就算熱得多熱 我也會買他 因為他有十磅減的 而且特別是 這次的檔位更好 上次好像是第九檔 這次是第四檔 對一個建築騎士來說 我想比較容易控制 他上次也要走外檔 這次希望他可以一下子 咳過來 一路帶回來 應該有機會贏 然後我會提供第六口馬步 這次是第七場 第六口馬步 我會選擇四隻 我會選擇第六口馬步 剛才那個是五號馬 這次我會選擇一號 二號 四號 這個是七號 這幾隻是哪隻馬呢 我記得是有莫裡拉的 還有 但沒有判頓 有田大安 一號是田大安 二號是莫裡拉的 四號又是周俊樂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起過馬 印水子 還有一隻 可能會是比較冷的 就是大冠佛 大冠佛 大冠佛就是蔡若漢 這次莫裡拉沒有騎他 不知道是否 莫裡拉 可能預約了福氣多多 你又不可以說他不行 他又比赫命運 賠率就會好分 如果你有貓寶 如果是他贏的話 就好分 不過這裏 甚至一號田大安 那隻 算你多財 都有機會 因為他剛剛是贏了一場 如果他越冷 那就最好 更妙 我希望他有十倍八倍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 如果有十倍八倍 就更加值得買 我希望這個馬步 可以贏回 因為我剛剛禮拜提供那個 就是輸了 那我這一季 就現在是第三次提供了 就是馬步 那第一次提供 就幸運 就大二贏了 今天只是贏了十三元而已 OK 那 跟著呢 就是 我給你一個表例 And This is the horses I just saw you from the video That is the number one and number five So and You can I can tell you know It's a good horse And then should be no problem And then I'm going to buy the double And race 6 And then I pick up 4 horses And then Go to The This is the numbers This is the race 7 So number five Hopefully this double Can win And this is the double September 20 I I offered And then won $13 And Wednesday And I offered The tips and lost And 40 And so right now It's minus 27 So hopefully I can win OK And This is 9月20日 I'm going to save That is And then I have I have and I have You can do I h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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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2日,2日卧道区,我的考码簿卸了80元 接着将它分开,一二再卸加州雷电,买了150元一条费 300元,总共输了460元 我想告诉他们,我是增加100元买的 不是提供了之后就没有买的,真的有买的 那输了就没有说话,因为输了就输了,赢了就有说话 但我没有建议你买这么大,我买10元柱,你都是输40元 我一直会做纪录给你们看,就不做我赢钱的纪录 我买多大就算了,希望这次可以赢了 这个就是我的骑士王,在第二场我才买的,因为他赢了一场 然后第二场之后就是有1.5元的,所以我都不太有信心 所以只买了100元,这里就赢了50元 那么跟着呢,他又赢了第三场是跑第二的 我只买了200元的,我只买了200元的,那200元就只是拿回56元了 那么就到了最尾呢就是,还有一点意义,那我就买了100元 那么中国加起来呢就是,应该是128元的,那都算OK了 and then in the end, I bought another 100 dollars, so make it back Hong Kong dollars 22 to, it seems like it's a small money, but anyways, it's win, I don't care 这个就是我骑士王的表 那就是,因为我没有提供,但是我在我的群组都有提供的 那么就是400元,中共投资了400元,那就是赢了128元 那么现在呢也有394元,所以我觉得骑士王是有得想的 我今季跑了多少次 1 2 3 4 5 6 第六次 我只是输过一次 输了还很多 500元 希望一直到季尾 像去年我拍的上一季 就是赢2000多 我希望这次可以破3000多到4000元 这是我的乓业挑战 然后我示範你 我认为你 然后我认为你 然后我认为 然后我认为 这就是一共的 我认为 我认为 然后我认为 $394 所以这乓业挑战 可以破碎我的 我认为 这就是我的群组,欢迎你加入,我会在菜马日提供蟹丝王,没有收钱。 我想大家知道好晚,好晚,祝大家好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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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晚。